哈喽猫眼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凯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乘音乐人 小乘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乘音乐人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乘音乐人这个篇章 没有,其实街道是一人是小婆 因为可能也是觉得比较适合小博乘音乐角色 其实就是比较,因为性格是比较相像的 就是比较孤僻 其实也算是了 对,反正因为阿杰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 其实跟我的状态不太像 因为就是看整个人的,我觉得状态的话 会适合小博这样一个角色会适合一些 开拍前当然会有剧本回读啊 包括跟导演,还有小董一块去讨论剧本的事情 还有跟热巴在片上一块讨论 那之前呢也是跟天职老师做了一些表演指导 还有看了一些福利院的小孩的纪录片 因为小博他是一个孤儿嘛 所以他肯定是有 他的成长轨距这样上来 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独立的 就是独特的一些性格 所以因为我没有 因为我不是一个孤儿 我也没有去到福利院 所以我觉得去看一些纪录片 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 有因为其实有一场戏是在剧本回读的时候一直在商量 然后到最后要临场就要拍那场戏的时候 最终才改过来的一场戏就是在天台上那场戏 对本来那场戏呢是比较平淡的去处理的 但是可能我会觉得这样一个就是到小波这里他不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小波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一直在跟导演去商量这样一个戏 也包括小董和瑞巴都在商量就是怎样把这样一个戏呈现到最好 最后也是也是跟导演做了一个协商之后 也把用这样一个新的方案去处理 其实因为小波嘛他本身是一个被抛弃过两次 所以他第三次就是再多就是被别人再多抛弃 但是别人他是被动 就是前两次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只能被动接受 但第三次他其实觉得自己长大了 他觉得可以其实自己是应该有能力去保护这样一个家庭 所以他肯定会去做一些他认为他认为他可以保护这样一个家庭 他不想离开这里 所以当阿杰跟童童出现之后 他肯定会就有一个支点 就是可以向他们倾诉他想保护这个家的心愿 包括也是自暴自弃了 后来也是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戏份嘛 所以小波那样一个情绪其实是可以感受到的 当然也是平常私底下一些压抑的情绪也可以放在上面 小说会看一些 但我看小说看的没有那么多 对 我看动漫不晓动 那还就忘了 对 剧本是剧本是因为要顺下去 对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乘音乐人 小乘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乘音乐人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乘音乐人这个篇章 因为本身我也是我也是因为喜欢音乐才 慢慢的去踏入踏入这样一个道路 我觉得这样一个其实是蛮感动的这样一个篇章 它也是穿插在那个一个故事线 我觉得是整个整个影片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篇章 对 我也觉得那个其他也是坚持下去自己的梦想 也是比较感动的一件事情 对 我当然不会 我什么都那么好 多慎人 我特别怕这种比较灵异的事情 对 我特别怕这种灵异的事情 我从来不看鬼片 就是 就是只有那种 你知道人多的时候 就是在你看一下鬼片 我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会想要 所以就是不想看鬼片 对 我白天看鬼片都会被想要 就是天台那场戏是最深刻的 因为 因为这场戏真的是跟导演 就是商量了很久 包括拍的时候也是 我认为是小波情绪先宣泄的一场比较重要的戏 因为导演他可能觉得小波他是一个 他可能 他可能是应该以一种平静的方式 就是绝望的在那坐着 就被再次被动接受 或者就是这么一自残的方式 这种伤害自己的方式去 去把这样一个事情给多了 但是我觉得小波他其实已经有能力了 就是他不应该三次都是这样去接受 我觉得他这一次 因为他长大了 他不想失去他的这样一个家 所以我觉得小波可能这样的处理方式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就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跟导演讨论这样 没有没有 郝雷老师不用提神 郝雷老师 郝雷老师就是 因为我跟郝雷老师也有一场戏就是 只是他一个背身 我拿一个刀片抵着他背 那场戏就是他自己来拍的 我觉得他就是学到很多敬业的精神 因为他说 其实身体也是一种艺术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学习到很多东西 在这部戏里边很多前辈 对 让我收获到这样一个 对 我觉得就是 演员就是要 就是 就是 去表现出这样一个人物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 不管是 不管是你的语言好 身体也好 就都是一种 自己需要去做的一种艺术 对 我觉得就是 每个人的需要 就是有一个自己心里都需要有一个 自己认为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就是 当你知道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外界的声音 其实干扰 影响会 不是特别大 对 当然会有 会有自己 就是他们对我有一些 建议的一些 呃 我觉得这些 就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 不断的去学习 对 其实我还是觉得 突发是一件不正确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是 肯定是需要有自己的隐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尊重我们 就是 呃 因为我们其实 就是在私下里的情况 其实已经是非常少 所以 我觉得 因为大家都需要有一些 呃 私底下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 这种实际 空间 我觉得应该需要留给 需要留给我们这些人 我觉得 偷拍是一件 我觉得不是一件 可以提倡的事情 希望大家也尊重我们 我们也会尊重你 对 没有没有 我们需要是六点半出声工 我六点起床就好 支撑我起床的动力是梦想跟责任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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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话是我们老师 对我们讲的 对就是我觉得 支撑我起床还是闹钟 闹钟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 起床比较难的人 特别是早起 所以我一般会射到五到六个闹钟 一般到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 就会 一般都会起 每天都不特别不想起 嗯 好时候 小时候当 小时候的 梦想就是当什么宇航员 飞行员这些 但是 当知道自己晕车的时候 再也不想当 现在就是做多了嘛 就会好 但是 偶尔就是那种堵车呀 就是那种时候 会晕车 小时候小孩们就觉得飞行员特别帅 不会不会 因为我觉得本来唱歌 也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 那么到现在呢 又有一个新的就是演员 也希望朝这个方向去让大家认可 我觉得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也非常幸运的事情 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小时候 小时候应该很小 也不是特别小 六年级吧应该是 也不知道我忘了 反正就是初中的那一段时间 就有一次我妈带我回老家 那老家特别特别偏 就特别不好玩 他们就老打麻将 打牌什么的 我就一个人特别无聊 有一次我就生气了 我说你带我回家 我说 我说不想在这了 他说他说什么 就是还让我继续待在这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一个人走了 就那个老家是在山里边 我从那个山路走到很久 走到马路上面 然后一直往一直沿着公路走 就差点走丢了 然后我妈她找到 我把我骂死了 去回家了 目的地 回家走到家里边去 但其实那块离我家特别特别远 因为老家嘛 都是在农村 我回家会要走很远 就是要坐车要坐很久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来这了 就心里就走 我管他了 走走走走 公路上啊 发现不见了就追出来 然后就如愿意偿的 妈又带我回家了 有啊一路上都在骂我 对啊 差点走丢了呀 我自己也挺害怕的 但是嗯差不多吧 对就是一个想象的差不多 嗯我觉得高考呢 就是大家保持心态就好 就是我觉得高考就是一定要 一定不能松懈 不能把那股劲儿给松懈下来 我觉得保持一个紧张的 紧张的状态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但是你不能过度紧张 我觉得适度的紧张 是可能会是会对你的发挥 是有好处的 我当时高考呢就是 嗯有一点紧张 但我觉得发挥出来还是蛮好的 没有 开车 学车 学车 还没有还在 还在学习当中 跟我二 那边考能时间考 嗯会 有时间就会出去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们呢 嗯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 就是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 毕竟也才过那么几个月 会有什么变化 三年三十就 在剧组里边过 不再是少年 不再去 会啊 重新我已经说腻了 别说了 最近的烦恼 嗯就是睡不了很长时间 因为 这种事情吧 我觉得就是需要 跟父母好好的去沟通商量 就是 你要让他们看到你的 就是不光要看到你的努力 更让他们看到你的结果 我觉得这样一个 我觉得 在那个学习的过程中 有一些 一些课外的一些兴趣活动 我觉得是挺挺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 只要你不耽误自己学习 我自己的学习 我觉得父母应该都不会 说去制止你去学习一些 课外的一些兴趣爱好 所以我觉得 只要跟父母好好沟通 嗯 去表达一下你自己 就是想学这样一个东西 而且不要半兔而废的话 我觉得 父母应该是会支持的 嗯 我觉得考研我也没考空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 如果你很焦虑的话 那就就是 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 然后一结合 你可以去做一些 可以让自己心情放松的事情 或许会对你 会有帮助一点 嗯 我觉得这种事情 不要急 因为我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 比较慢着的人 我也不会说 跟你见第一面 我就特别想跟你 就是social那种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不要急嘛 就是 等你 就是 等你们俩有共同的语言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跟他 好好的去交流 就是 如果你说不出口的话 那我建议就是 让别人说 说的时候 你再加入到他们的话语当中就好了 千万不要着急这种事情 嗯 咨询心的答案 只是在鼓里一刻 已有决定的心而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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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